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承越一看 人家虽然是凶的 但现在掌握一定的实权呢 有求于他就别摆哥哥的架子了 因此满脸陪笑 贤弟 平好呗 弟妹都不错吧 哥哥 来坐坐坐 怎么说你是我哥 做些讲话 李承越往左右看了看 不用看 你们都退下下 闲人退下 茶水沏上 哥俩触喜贪心 李承越先把武则天的圣旨拿出来 竟然不太打倒下 我们也要学说 我们的叫功能 我们的主义 我们的主义 想说 我们的主义 你们的主义 我们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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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皇宫 我也有王宫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他给我刷这圣旨有什么用 跟擦屁股是差不多 有话您就说吧 想干什么 兄弟 你怎么这么说话 这次来的确是有求于你 你知道现在中原动荡不安 九燕山反了个黑面贼叫薛刚 薛刚保的是庐陵王李显 就是那个中宗李显 现在声势好了 大破官军升为大阵 现在朝廷动荡不安 大州江山也不稳目 皇上实出无奈 经过我举荐 想起兄弟你来 兄弟 你现在是富户 谁也惹不起你 你在沙托国独立为王 要兵有兵 要将有将 掌握着三千铁甲连环马 二十万胜利军 现在手下八的金刚 十六元天兵战将 你现在是独战凹头了 不过兄长 哥哥来求你了 你无论如何不能拨我的面子 你呢 看在我的份上 马上点兵跟我去平 九燕山 先弟把九燕山平了 没有你的裤子 你提条件吧 样样全都满足你 像做买的借钱一样 管你借的钱能不还你吗 利钱肯定得多得多 相当可观 你提条件吧 不行 这忙我不能帮 薛刚跟我没什么关系 他打的是大兜潮 他也没打我沙托国 我管得着嘛 五四天跟我平日 什么网魂都没有 我冲什么 给他帮忙 他危难想起我来了 你就举荐我去 那个条件要不要都无所谓的事 我什么都不缺 哥哥 你赶紧回去吧 小弟 无能为力 怎么劝也劝不了他 李承越冒了汗 兄弟 哥哥求你 你真比得哑巴说话吗 还有份重要的道理 我想跟你讲 你说吧 你要能把我说通了 我就出兵 我还不要挑战 你要说不服我 对不起 万说是哥哥你 就是咱爹活着 我也不去 说的三七王李承越 口干舌燥 还能跪 给他磕头 他也不答应 到了晚上呢 哥俩睡在一张床上 先谈离别这些年纪经过 没人介绍介绍情况 后来话风一转 又谈到正题上 李承越这才说 兄弟 白天耳目甚多 我埋藏在心底的话 我不敢向你吐露 现在没人了 我可以告诉你了 出我的嘴 入你的耳 你知我知 说吧 还是那句话 你要把我说服了 我就出兵 兄弟 你这沙托国充其量 是淡繁之地 偏邦塞外一个小国 对不对 你就在这当个白礼王 有什么出息 没出息 以我说中原那么富庶 那那地方多好 得天独厚 那是老天赐给的神州 你就不眼馋 你就不想战 别人都有份 你就没法 你甘心在这去救 我早就想好了 我服保武则天 也是假的 假的 假的 你想想 我姓李啊 李姓的亲王叫武则天 杀了一万多狗 我一看 我要再不投降 我脑子也得搬家 顺应应那个局势 违心的 我保了武则天 多这年来兢兢业业 我给他当狗使 我心里服吗 我不服 我也等待时机 后来我想起兄弟你来了 哥哥我鼓掌难鸣 就凭你也不好办事 只有你我兄弟连起手来 前途无限 你信不信 没打 现在机会来了 武则天国大空虚 没有梁将 现在正在用人之际 哥哥推举你 为什么呢 就为咱的雄徒大业 你真要出兵 去平九燕山 我在武则天面前 狠狠地敲他一株杠 我叫他多拨银子 多给军队削弱他的兵权 我掌握着 咱哥俩联手去平九燕山 先把薛刚他们给干掉 干掉之后翻回头来 咱们就打武则天 把武则天给推倒了 兄弟 哥哥保你 你就是中原之主 你别再杀脱国了 你去当皇子去 你叫我当什么官都行 大唐朝的江山 能不能恢复哥哥一旁 咱另立个江山设计 你看怎么样 你入主中原呢 你想想是这么个理不 当着旁人的面 我没法说 只有你我弟兄 推行之父 说点体系话 对 对对对 哥 你说的是真的话 真的 你分析分析 我能说瞎话吗 借助武则天的势力 消灭九颜山的庐陵王 翻回头来 他推倒武则天 这有什么说的 一招权在手 咱怕谁 你我弟兄就横行于天下 我想想啊 李孝爷一琢磨 真是这么回事 这沙托国是弹丸之地 要讲有吃有喝 知足了也行 但毕竟是弹丸之地 我这要一统中原 那有多好 我这一生我没白来呀 打下万年基业 将来青史标明历史 只要有我这一号 我在这沙托国 谁知道我谁 我老紧我呀 就这么的 哥 我同意了 诶 十十五者为俊杰 兄弟你这么做就对了 兄弟咱怎么办 明天我就回去 则天皇帝急等我的灰心 你呢写封信 写得客气点 你就说我来了 见了圣旨了 你对武则天多多多崇敬 你说几句拜年的话 怕什么的 李多人不怪 让他爱拼 排出遗迹 我呢利用这个 再狠狠地敲他 多管他要兵 多管他要钱 你兵发九燕山 我在那兵发九燕山 咱两路在九燕山下 不见不散 怎么样 一言没定 就这么定 哥 我不多留你了 咱们钱必见 好 别忘了 铁甲连环马得带着 没说的 哥 我现在 我那铁甲连环马 有所改进 跟当初不一样 那是我的法宝 那要扔到两军镇前 是百战百胜 什么九燕山 十燕山 我就踏平他的贼窝 好 但愿如此 李承越第二天起身 回转京城 见武则天 把书信往前一递 武则天一看 大喜 请立下大功一见 没想到这么容易 李孝叶就出兵了 朕绝不能亏待于他 陛下 他只是其条件 信上也写了 沙托国人少 他没有多少兵力 清国之兵才只有二十万 不能说都拉走 看家的兵都不留吧 这是不可能 充其量 他能拉十五万军队 这十五万人 要想对付九燕山 有点不够用 恳请陛下能派点精兵良将 您得多派点兵 这兵有罪臣率领 我们兵和一处将打一家 肯定能取胜 好吧 朕也豁出去了 就这样 给你精兵二十万 战将一百二十元 粮草足用 你配合李孝叶攻打九燕山 臣尊旨 朕就行啊 就这样 他也就起兵赶奔九燕山了 咱们单说九燕山 那探马兰奇 来回流行探马都禀报 朝廷有点风吹草动 他们没有不知道 薛刚一听什么 三七王二次出兵 带精兵二十万 大将上百元 沙托国的国王李孝叶 带着铁甲连环马 也带了十五万军兵 两路汇合 声势浩大 不能等闲逝职 急剧手下大将商与对策 怎么办 这一开会一商业 三公子白文豹 首先发言 白文豹说话 大帅啊 三哥 您放心 兵来将党 水来土吞 算不了什么 三七王李承越 那是败兵之将 老大外长 他来是虚张声势 领着军兵也是乌合之重 是受武则天之命不得不来 有什么可怕的 李孝叶是无名的鼠辈 什么杀脱国的国王臭药饭的 跑到这虚张声势来 名义上几十万大军 实质上不堪一击 三哥您放心 我抱下了 我白文豹 我觉得对不起九燕山 我过去有罪 这回我要奖功补过 他们不来 是他们的便宜 来了 就凭着我跨下马 掌中一队亮斤双锤 我砸他个稀巴了 白文豹真狂啊 薛魁在旁边一听 白三说的真痛快 白三 你同意跟我第二个 咱俩抱下了 就一顿唇 砸他个稀巴烂 我同意 哪有你说话的逼着 推下 你看薛刚对着白文豹 对儿子压力 薛魁一听 人家说话怎么说都没事 到我这就出兵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 不说不说 众将献特 军师说 要说李孝业能耐 倒不怎么的 但此人颇有心机 他训练的铁甲连环马 举世无双 我等不可轻视 万一要吃了大亏 无可挽回 报 报大帅 报军师 三七王李承业 沙托国国王李孝业 兄兵已经到了九炎山下 正在下面讨敌骂阵 请大帅定夺 再谈 再谈 来啊 船本帅的令箭 船本帅的令箭亮全队 英帝 打赏 九炎山很少亮全队 今天亮的全队了 鲁灵王李显 长寿鲁王 程耀金 女眷 这些人都没出阵 站到石头城上 官邸廖阵 居高临下 看得清楚 城楼上摆着安乐椅 鲁王程耀金舔着大肚子 陪着中宗 往下看着 亲兵卫队左右还位 关门开放 吊桥放下 大元帅薛刚 立马横轻 率领重将 飞奔两军阵 三万胜利军 一字排开 两旁边是马队 中间是步兵 前头藤牌手 后边短刀手 再后是弓箭手 射住阵脚 横看城堂 树看城行 真好像刀才斧舵笔般 非龙骑 非虎骑 非镖骑 非豹骑 其凡招展 袖带飘飘 军为大阵 那可不是毛贼草寇 大元帅薛刚 在嘟骑之下 威风淋漓横 领钢枪 往对面关桥 再看李承燕 李孝燕 并马在阵前 黑白丑郡 龙虎标报 十八元大将 在后的排列 偏将 副将 参将 夹将 在两旁保护 也是非常的精准 薛刚看霸多 是用枪一点 李承燕 过来打话 三七王一看 兄弟 我过去说话 马打对头 看得非常清楚 三七王他大刀一横 薛刚 你还认识本王 八匹认识你的骨头 我怎么能不认识呢 薛刚啊 也别说 你还真扭两下的 折腾的时间 还真够长的了 现在本王帅 天兵已到 你的劫难到了 你的寿路也到 薛刚 投降吧 投降吧 再要不想 天兵一走一祸 踏平九岩山 杀你们个鸡犬不留 以往你看你占了便宜 这次你休想 我们两国联军 来对付你九岩山 明白吗 李承燕 说大话 吓唬人没有用 咱得动真格的 如果你们真有这种实力 那就是天意 我认倒霉 想用话把我吓唬住 势必登天 我薛刚从来就是不怕横的 好啊 既然如此 那明白 三七王催马轮到 要占薛刚 气坏了三公子白文豹 白文豹用锤 一扁马的后跨 闪电白龙鞠 摇头白 一刀白光到了两军阵 远军 大帅 杀鸡烟用载牛刀 有势末将 扶其脑 您官邸料阵 交给我了 真的横 薛刚点头 三立 多加谨慎 料也无法 薛刚拨马回归本队 看着 薛奎瞪着小黑眼瞅着 白三还真行 还没等我过去 他抢着我牵着去了 现在我们俩都一样 看着吧 再说白文豹 直奔三七王李承业 李承业端刀手 白文豹 好 好啊 我白文豹 你真是个狼崽子 你 你点人心你都没有 出兵之时 但是我还跟你见得行 自从把你们父子调到京城 皇上对你怎么样 格外青睐 皇上对你们可说做到了仁至义尽 对你们的好处 百官都接受不了 有多少人妒忌 按理说你们应当效忠朝廷 没想到都投降 做了国家的叛徒了 哎呀 呸 呸 白文豹 没心没肺 没情没意 像你这种人生不如死 白三公子气得嘴唇都清了 脸上沙白 眼眉都立起来 脑筋蹦起了多高 李承业你说什么 你骂我是国家的叛律 什么国家 什么国家 吴泽天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篡位夺权 这你比我最清楚 倒行逆施 我从什么要保他呀 李承业 这也是战场 不是斗口的地方 来吧 你我以武会斗输赢 胜楼啊 怎么都行 败呢 今天我叫你死在三公子的锤下 哪里来 啊呸 催马过来 是轮锤变咋 李承业横刀往上一架 啊呸 阴锤拍到刀杆上 把李承业给镇的摘三摘晃了 三晃 胸膛都发热 好厉害的白文豹 二马汤翻刀锤并鱼站在一处 李承业那也是有名的大将 不白给 但是分跟谁碰的一块 跟白文豹碰的一块不行了 白文豹年轻啊 学气方刚 又有气力 二十回合 李承业鼻疤病脚热汗之躺 窥白假蟹带朗抛松 支支不住是不搁马便跑啊 白文豹不舍压装锤是紧锤 那没关系 那没关系 再看一只追着人家队伍中心去了 就现人家队伍中心 而穿上了 红旗一闪 对望左右一分 三起往李承业就跑进去了 白文豹的闪电白龙局太快 也跟追着下去了 到里边再找李承业踪迹不见了 他一个人伸入人家队伍里头了 白文豹就去愣我跑哪来 不好 我怎么跑到第一军圈里头来 我驳马刚要走 就听见呼哨一响 排山倒海之声 他压吹往左一看 被铁甲连环马包围 铁甲连环马 你看那古人那攻杀战手上 他也琢磨 怎么能够置敌于死地 怎么能够取胜 人的力量不行 接触牲畜的力量 他都是选的西凉大王谷 那个豪马 那都是烈性的马 十个威一排横着 十个一排 五十个威一队 把那马呀 他都练在一块 那江绳都是铁的 都练在一起 谁也跑不了 而且这马个头都一边高 身上都有铁甲 怎么叫铁甲连环马 人能够顶盔挂甲 他也不例外 他也陪着铁甲 就要露着眼镜 就要露着蹄子 一般的刀砍枪扎 伤不了他 剑射离这远也射不动他 他有防身的东西 马上的骑士 骑马的呢 头顶铁盔 戴着蒙面具 露俩小裤子 身上也是身陪铁甲 手拿长起来 长江都一仗都长 这骑士你就砍得一下碰得一下 没关系 有这个铁甲护身 这样又用起来 经过训练和指挥 能够从四面八方 把敌人困在中心 就这一走一过 把你踩成馅饼 你伤不了他 他能伤得了你 排兵部阵都经过 多年苦心的训练 这玩意很无敌 东西南北四面八方 出动铁甲连环马 把三公子困到当店 白文豹没见过这个 新说不好 老奔正东方就冲 到了东方这轮垂变子 还得说白文豹 那里头虎呢是 你再铁甲连环马 你再怎么地 他也是马 骑马那骑士在护着身 他那能耐也远远赶不上白文豹 只是他保护的比较好 这一伸手挺大弦 炸 你这砸死两匹马没用 你十匹马连着围一个组 五十匹围一个队 横穿插 树穿插 你怎么杀也杀不出去 白文豹一看完了 这一道看来是我命 休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